好 好 好 分手沒彈 到底是什麼原因 剛剛講的一些生活的一個起居 到最後的相處 跟一些不合的個性 其實都不能真正影響到 他們兩個之間離婚的主要原因 他有沒有偷吃 他當然有偷吃 不然我怎麼會那麼生氣呢 所以他偷吃的部分你也知道 是不是 我會外語也是你逼的 我會外語也是你逼的 對啊 你也承認你有外語 你承認有外語 所以你根本偷吃也不插嘴的 連對方都已經知道了 好 對象是什麼 你要不要幫我們說一下 他的對象是 當然是跟他公司有關的 他公司的那個女食員 我告訴你 怎麼樣不要臉 不用我告訴你 今天我不會替你留面子 講清楚 好 講清楚 我今天就是要講清楚 好 你知道我有你外語的照片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我怎麼不知道 我都被你監視了 我怎麼會不知道 那你這樣子 你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 你被他監視你還照做 告訴你 他們兩個已經同居了 好 他們兩個已經同居了 我連這個都知道 好 另外那個 另外那個女生是 是公司裡面的員工 對 你已經有照片 也知道他們兩個有同居 對啊 所以他才說我離婚嘛 他才說我離婚嘛 我受夠他啦 所以我要離婚啊 我受夠了 對 你是因為受夠的想要離婚 還是因為我現在有這個女朋友 我是因為受夠他 我才要離婚 好 跟這個女的沒關係 那女的後來是 後來 你們現在跟這個女生 你是什麼 同居 同居 有性關係 有性關係 有沒有 有 有 現在大家都越來越敢承認這種事實 我們真的好佩服 好 居然有人敢搶我的男人 對 這個女生你也認識對不對 同居 我認識啊 當然認識 也曾經過 人家是怎樣 人家乖巧得多了 聽話 懂事 比你好太多 你怎麼立場來跟我講啊 你是我老公耶 他是第三者耶 那你今天怎麼對我的 我覺得你非常好好不好 你要想看是你怎麼對我吧 你跟人家同居 我可是沒有在你外面 背著你在外面搞男人耶 沒有背著你在外面搞男人耶 沒有啊 所以你現在為什麼可以接受他同居呢 可是我很愛他 我想要挽回 只要他回來我什麼都無所謂 就是過去的就算了 對 我就沒有心跟他在一起了 好 不要講這麼絕了 好 所以這位女生 就是目前 除了你們生活的方式影響到以外 這個女生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是你的上帝 那個女生她只是路邊的野花 你懂嗎 你現在家裡面所有的東西 然後你說你用了什麼手段啊 你說你用了什麼很毒的手段啊 好 所以你剛剛提到這個女生 或許是最重要的也 這個女生叫什麼名字 小玲 小玲 是不是小玲 我告訴你 你要人家多野花你就死定了 好 所以小玲 你知道嘛對不對 知道啊 好 你有什麼話要對小玲說 所以小玲 你最好不要出現 你出現 我們的女主角說你死定了 一起來歡迎小玲 什麼意思 好 幹嘛 好 不要馬上就出現 幹嘛這樣 有點奇怪嗎 好 讓 對不起 好 好 傑瑩 你讓她說話一下 來 來 小玲 謝謝 謝謝你 小玲 為什麼你這麼無力許鬧啊 你根本就不瞭解她 你知道她現在想什麼嗎 那你很瞭解是不是 我照片你瞭解啦 你剛剛有什麼話講嗎 她會跟你講心事嗎 你有辦法給她生活嗎 她現在身上所有的東西 沒有 你有辦法給她嗎 你不能從頭髮來嗎 她一定要靠你嗎 她30歲了 你以為她現在幾歲 她又起來了 她不會從頭髮來嗎 告訴你 我有本事我不用靠你爸 你有本事 你已經30歲了 我跟你講 你現在到外面去 你已經慢慢變入中年了啦 30歲又怎樣 我還是可以努力啊 我有本事 我不怕我沒工作 我不怕我賺不到錢 以我爸的能辦 我全部都斷掉 我看你怎麼來 你看她多狠毒 好 多狠毒 好 小玲現在也出現了 你剛剛講的一句話 如果要出現 很怕 你不要這樣恐嚇人家 他曾經打電話到你家 去恐嚇你 是不是 怎麼恐嚇 就打到我家 我媽接的 你這樣跟我話說 我不要人 本來你就不要臉啦 那你真的我就實話 是說好不好 我只是讓你媽知道說 你女兒在外面做了哪些事情 那真的我就好啊 要你媽好好的管你 沒有 我真的那麼想當第三者嗎 誰知道啊 誰知道 那你幹嘛這樣做 不然你幹嘛一直纏著我老公 誰纏他 限制不好吧 那你的意思是說 他來找你囉 幹嘛呢 一起啊 不要辦什麼 我剛剛本來就互相喜歡的啊 好 互相喜歡 來 我們來問一下瑩姐 來 你覺得 你如何 小玲這部分是怎麼樣 你要不要簡單敘述一下 清除一下 他是他的秘書啊 我是從他的一個同事 去知道說他們兩個在外面 就你有眼線 對 後來發覺這個眼線告訴你說 他拍了照片 拍了照片 結果他們兩個吃飯親親我我 一起一大堆有的沒有的舉動 是 讓我知道說他們兩個在外面有 有關係 有關係 有暗眠的關係 對啊 然後呢 現在 所以你也打電話到人家家裡 去恐嚇人家小玲 你真的賭耶 因為我要讓他爸媽知道 他的女兒在外面的一言一行 是個錯誤的 對啊 那你自己的一言一行呢 他現在交往這個 他是我老公耶 對不對 他們爸媽當然有權利知道啊 因為他自己又不講 說什麼 你自己沒有辦法跟你爸媽 坦承你的戀情吧 你們相處多久了 你們現在相處多久 你們兩個現在還同居 那你有沒有重視一下我的存在 快 等一下 我已經沒有辦法跟你相處了 快兩年啊 就是你跟他結婚五年 你跟小玲在一起兩年啊 那小玲為什麼要介入人家的婚姻 為什麼 我們都可以介入 只是平常上班時間 就我們兩個都相處在一起 你跟他同事相處在一起 對啊 每天都在一起 而且重點是他工作 我是他祕書耶 是 那你這樣不可以照相 也有可能日久申請吧 你不能這樣講啊 你這樣講沒有人敢給我們請祕書來 對啊 對 不一定 但是日久申請或許會有 但是男人一定有一個責任制度 所以你要控制嘛 想到立委也控制不住 兩個就在一起了 我告訴你 你敢離開我 一定沒有辦法生存的啦 他和同事再幫幫幫幫助 我家有的事情 你到底要多少錢 你才肯離開他 你能夠了解真的了不起嗎 有錢人換真愛嗎 我他媽的我家就是有錢啦 你幹嘛 你跟他上床啊 不然你們兩個栽小的 兩個栽小的 小的 你什麼 你怎麼這樣 你是我老公 你居然講這種話 我還沒跟你離婚耶 我今天就是要跟你離婚啦 你有老婆 我受控你 有老婆還在那邊亂搞 我死都不會離婚的 我得不到的 你也別想得到 我把你兩個一起摧毀掉 沒關係 就整個照片出來 你到底在說什麼 我不需要你啊